接著請陳雪森委員、楊耀委員聯合質詢 尋答時間為30分鐘 謝謝主席,主席請一下蘇院長 請蘇院長 院長辛苦了 委員,你好 院長,我們是立法院的領導問政聯盟 這個已經是第15個會期了 這一次首次三個缺一個 不過我們今天所有 因為金門的委員補選還沒有舉辦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議題 假如有一題適用的 也全部都適用於金門 先跟院長做個說明 院長從政以來 向來以效率果斷會做事 受到廣大台灣人民的讚賞 我們也一樣 代表地島聯盟 先跟院長表達一下 我們對院長從政之路 一路一路替台灣人民做的打拼 做個肯定 也希望院長在在率領新的 新的新的新的團隊 這一段時間 做做出了很多接地氣的政策 也落實了很多應該要做的事情 表達我們的敬佩 最後也希望院長能夠 能夠把心力多放一些在 在離島上面 為離島多做一些事情 好 謝謝院長 好久沒看到您了 看到您我就想起了韓國瑜 想到韓國瑜就想到人進來豁出去 首先請教院長 大概2019年1月11號 中共主席習近平先生 他提出了一個新市通 所謂新市通就是基礎建設聯通 還有提升經貿合作暢通 能源資源互通 行業標準共通 那麼這個提出來以後 他的企圖 大概就是說現在 我們兩岸在冷和對勢的一個情況之下 能夠尋求突破 並且掌握兩岸議題的主導權 我們兩岸經貿往來中 大概一直改變不了 台灣經濟對大陸的經濟的比較多 大陸經濟對台灣經濟依賴的比較少 那麼北京所提出來的 當然他的試圖改變 我是說我們台灣未來 如果在這個議題上 不做正面的回應或是去操作 我們未來可能選擇不多 所以本席在這邊要請教院長 我們政府面對 北京所提的新市通的議題 有什麼看法 是打算帶領台灣的產業 積極的面對 還是決定跟鴕鳥一樣 把頭埋進沙子裡面 那麼來消極的逃避 請院長回答 謝謝兩位委員 很多的肯定跟鼓勵 我們一定繼續努力 尤其對於委員指教 我們會盡力來做 那剛剛陳委員問到新市通的問題 其實新市通裡面的第一通通水 就是當年兩邊的政府授權 海紀會海協會洽談成功的例子 所以未來如果還有其他可通 只要對人民有益 我們都很願意 由政府以政府 或者政府授權的單位來進行洽灘 能夠商談出對人民好 那這樣我相信是對兩邊好 那過去可以 希望未來也這樣來進行 謝謝院長的回答 那麼他繼新市通以後 又提出一個金馬的小市通 金門馬祖 小市通也是院長剛才所講的 通水通電通氣通橋 那麼108年3月6號 福建省與委國書記 他記得中共國務院的指示 他繼續擴大 那麼在去年8月5號完成了福建 這個跟金門的通水之後 那麼目前已初步完成 向金門馬祖供電 以及向馬祖供水的研究工作 也做好期前的準備 那麼未來如果金門馬祖需要的話 他可能就加強了各項 互相互通的一個建設 那麼金門的縣長楊正武 年初跟廈門市政府會議以後 大陸國家電網福建公司指出 已經規劃好 以海底電纜向金門馬祖供電的方式 指代工程實施 那麼另外連江縣縣長劉真應 2月中也率團到福州進行龍馬會談 內容也聚焦在推進南岸通水通電 通氣通橋 那麼本席想請教院長 對於金門兩地的首長跟對岸的領導會談 聚焦內容都圍繞著小事通 院長有什麼看法 還有金門馬祖跟大陸福建 一水之隔 如果能夠逐步跟對岸共同的推動小事通 對金門馬祖兩地而言會是利多於弊 院長是不是贊同 對於兩岸之間能夠互利互通 我都贊成 但對於地方政府所談 我們都支持 但涉及中央政府職權 因由中央政府後 中央政府授權的單位來進行 這個是涉及國家主權跟法律規定 我們都會照這樣來走 所以我也希望有利於兩岸人民 我們都希望兩邊政府都能夠好好的來洽商 怎麼樣做到最有利 彼此互通互惠互利 我都贊成 謝謝院長 我想金門跟馬祖兩地的縣長 也會遵照中央的指示 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利多於弊 盡量沒有扯到政治的部分 有關經濟的部分 我們拜託我們中央 在政策上給金馬兩地支持 謝謝院長 謝謝委員 那麼接下來我要跟院長談到 我們離島金門馬祖澎湖的產業發展 我在這邊跟院長報告 我們跟彼岸的蓮江羅元常樂 一水之隔近在支持 但是我們海域非常的遼廣 尤其我們彼岸 在光物那邊養了很多的海袋 在長樂養了很多的海蚌 他們蚌是全世界最有名的 他們黃魚帶養了幾千尾 那我們一直咧 我們劉縣長 劉正義縣長的團隊 近期我們積極的在推動 積極的推動 我也希望就是說 農委會也好 漁業署也好 能夠給予支持 因為那邊的疫苗也好 他們的技術啊 我們希望就是說中央政府能不能在 大陸 不管在技術方面 資金方面 不要給予太多的限制 能夠支持金門 馬祖 澎湖 在產業上 能夠多做發展 我們也非常正面的 去對劉正義縣長所領導團隊 在養殖的部分 我們非常贊同 目前 我們飼養了龍蝦 龍蝦的富裕在全世界沒有成功的案例 在我們馬祖 目前龍蝦 已經養到滿大了 還有海參 我們海參在圖片上也看到 海參養得很大了 那麼還有淡菜黃魚等等 那本席建議 行政院在離島地區 示範大陸地區人民投資 馬祖地區養殖漁業 並且開放引進大陸的養殖技術 那麼請院長回答 好 那有關相關的規定 我們目前都有 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 葉北項目等等的規定 只要我們依照相關規定進行 都不反對 另外 對於相關漁業滑產等 要保障我們的移民 以及保障我們的關鍵技術 這一點 政府也會嚴守 這一個原則 農委會主委 您也可以並按 是跟兩位委員報告 我們非常歡迎金門 馬祖 澎湖 在我們的海洋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的海洋牧場 上面從事所有的這些非常重要的水產養殖的這個投資 跟技術上 技術其實我們的水勢所大概可以是全世界英文澳 所以其實我們的技術是領先中國的 所以這個部分技術沒問題 那我們也很希望花樣整個海洋的牧場 這第一點說明 第二點 如果所有的這樣的一個中國的資金進來 可能還是要經過我們的那個 相關經濟部的投審的這一個相關的規定 那目前我們不擔心資金 因為國內也有很多資金的這樣的一個投入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還是希望說 透過我們的技術 我們自己的資金 把它生產完之後 可以行銷到全球 那我想這是我們目前的政策 主委 您所講的 我們的技術我們的資金到目前 我們沒有看到過 也沒有人願意到那邊去做 跟委員報告 其實襄陽網址在海洋上 最重要的還是相關的技術 尤其是要確定 它可以抵得住像一些颱風的這樣的一個清洗 那我們已經有從事襄陽網址 尤其是在澎湖離島的這個部分 未來金門馬祖 我們也很樂意到那邊去花展 所以我希望 林鄉縣政府將來把相關的 產業養殖的計畫 送到漁業署 或是送到農委會的時候 不管在經費方面 在政策方面的支持 我希望主委 一定要給予全力的支持 是 一定全力支持 因為這就是我們未來發展的 重要的養殖產業 我想有很多水產養殖的技術 可以從澎湖縣去取經 農委會這邊也協助一下 連江這個產業的發展 好不好 主委 主委我還是要講一下 就是澎湖其實 大概就是除了軍公教人員以外 就只有兩個產業 一個就是 最大的就是漁業 再來就是觀光 不過我們台灣是一個島國 那我們的漁業發展 事實上在這幾年 是一直在衰退的 數據顯示 大概2015年有一個報告 近十年來我們的漁獲下降了23% 然後我們的漁船總頓數 從1990年到現在 大概也下降了40% 減少了40% 這個對台灣一個島國 對漁業的發展相當的不重視 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各位委員報告 其實這是全球的趨勢 就是因為在海上捕撈到的資源 越來越稀少 所以聯合國那邊已經有確定 未來我們消費者吃到的漁業 可能有一半以上 會從我們的路上 或是海上的養殖漁業 而不是海洋上的捕撈 所以我們已經有把整個資源 是往這個方向調整 我想第一個說明 第二個是因為 國際的海洋的這個 整個資源 還有整個這些漁業的組織 談判非常的激烈 我們是在既有的一個配合底下 應該是要提升競爭力 提升競爭力 就是要把小船結合起來 變大船 所以這個船數的減少 主委 當然在漁業的衰退原因有很多 可是我覺得有一些部分是我們可以做 可是我們做得不好的 譬如說我看農委會 這幾年的漁苗放流 漁苗的經費非常少 放流的漁苗種類也非常的少 這個應該要想辦法 我同意 這個就是我們沒有做得不過好的部分 這個我們後續會再來加強 這個我們是幫助他 多放一些漁苗 漁苗的部分是我們這邊需要再加強 那有些海上的像那個漁苗的部分 其實我們也有考慮到一些漁民上的收集 所以那個 那個期間也有彈性的處理 多花一些經費 因為其實農委會整個年度 年度預算裡面 漁業署的預算比例佔得太低了 按照產值的分配比例來講的話 相對的預算是比較偏少沒錯 所以這個必須要加強 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要讓魚蝦被蟹在海洋可以很好的生長 必須要海底的富裕做得非常好 像澎湖縣大概在民進黨執政這幾年 我們有挹注了很多的經費 跟澎湖縣政府陳光復縣長 我們大概這幾年 從海底打撈起來的城網 已經有九萬多公尺 可是根據調查 還有很多很多的富網 把整個 把整個礁石跟珊瑚礁全部都覆蓋掉了 這個還是要趕快做 是 跟澎湖縣報告真的很感謝之前澎湖 陳縣長的幫忙 我們大概每年有投入一千多萬的經費 就是在收集 經費還可以再增加 我可以再增加 因為這個是要把它收集起來的時候 那個澆跟那個富裕 魚類才會多 那漁民去補才會有 那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一面在打牢 可是因為漁網的回收制度 並沒有很健全 我覺得農委會應該要去研究 漁網的回收補貼制度 就是讓漁民在海上漁網破了 願意帶回來 願意帶回來 那我們給他相當程度的補貼 這樣子才不會我們一面青 然後破網一直在掉到海裡面 完全同意 就是要有一個資源再回收 而且重點 後面還可以再利用 這樣的一個循環利用的計畫 那我們會盡快在這一個月內 把這一個新的政策 陳北林主委非常熱心的支持我們 我們對行政院非常的感謝 那我請問院長 你喝過馬祖的高粱酒嗎 有啊你來送我 很謝謝你 不過我是不能喝酒 只是真的特別香特別好 有藏了幾口 我們東引高粱的國願酒 就是在院長 在縣長 台北縣縣長任內 縣長那時候還跟我開玩笑說 我領的薪水比你還多 還多個戰地加級 外島加級 是啊 那時候我們兩個同樣當縣長 我的台北縣近四百萬人 你四千人 你薪水還比我多 還有離島加級 我很感謝院長 我們一百零五年到一百零六年 雙十國慶 也是用我們馬祖的酒做國願酒 值得推銷 這個好東西 我們那個酒啊還獲得一百零六年 舊金山烈酒競賽的雙金牌獎 所以我也拜託 那時候你當縣長 現在當院長啊 能夠送給貴賓的酒啊 也多扶持一下我們馬祖好不好 好 當年我當縣長的時候辦國願 那真的 就是當時 有建議 那時候的陳縣長 這個 我們現在的陳立委 那時候 你就把這個好東西 那我們介紹 給國際的友人大家都稱讚 以後我有機會 一定會大力推銷 謝謝 謝謝院長 應該的 能夠繼續 現在工業局跟國貿局啊 都有協助馬祖 請你指示他們 繼續來協助馬祖好不好 好 那下一個議題我們請來 餘月的部分我再講一下 欸 主委 是不是跟水利署這邊 也可以就全台灣 特別是離島的部分 我們我們早期就是做了很多很多防波堤 很多漁港 現在有一些漁港因為漁業的衰退 所以漁港閒置了 或者說防波堤的所需要的強度沒有那麼高了 我們是不是來做一下海岸線的去水泥化 就是把應該打掉的打掉 讓海洋的原貌可以重現 好 第三個議題就是打造兩岸的物流中心 去水泥化 我們金門馬祖從民國九十年 跟大陸小山通 透過馬祖中轉台灣的貨品 帶動了當地漁船 他漁船轉營貨物的商機 大批的貨物從台灣運到馬祖 那麼那時候來稱叫什麼 叫北海艦隊 北海艦隊的小貨船 分批運到中國 成本低 通關又快速 但是從民國九十九年 九十九年六月開始 馬尾港突然對馬祖小山通貨品 採嚴格的一個驗關標準 也就是說過去散裝的貨櫃 只要以單一品項 那麼較低關稅去報關就可以了 改變成什麼 要主體查驗分批報關 那麼這樣一來的話 廠商的成本增加 所以我們很多的從業人員大量流失 所以我們的物流可以說 逐漸的減少 那麼我們隨著福澳港晉升以後 而且馬頭擴大以後 這個腹地也增加了 那麼我們希望就是說 馬尾現在已經是個經貿特區了 他在今年的六月份 浪漆港也要開開港了 我們希望就是說 本期希望 為了促進馬祖地區經濟發展 財政部 國發會 航港局等相關單位 應該積極研議 放寬相關的法條限制 盡速讓馬祖跟馬尾 經濟特區能夠連結 進而將馬祖打造為兩岸的物流中心 我請問院長 您是不是支持跟贊同 謝謝委員 特別關心有關經濟發展 政府的態度一直是 鬆綁各種法規 相關的政策也朝著便利化方向進行 那這些一共有四百多項 四百二十七項 鬆綁的相關做法 那這些適用 包括離島在內適用全國 所以 剛才委員關心 是不是可以來更方便 鬆綁這些 我們積極來做 現在自由港局是以國際港為規範 我們是不是以離島的國內三港 准用一些相關的法條 是不是請院長 請相關的部會能夠研究 來做修法的一個動作 謝謝委員 有關自由貿經濟示範區這個特別條例 曾經送到貴院 但是一直沒有獲得通過 所以已經終止推動這個政策 那就是以相關其他的作業方法來鬆綁 院長 現在我跟你提一個 你剛才講到離島自由經貿示範區 我舉個例子 沖繩縣在日本的西南端 它的陸地面積大概是2.28億平方公里 海域東西寬約一千公里 南北長大概四百公里 沖繩縣是由沖繩群島 沖繩群島以及大東群島主城 隔海跟鹿兒島縣相鄰 它跟我們的離島建設條例非常相似 但是它定了什麼法你知道嗎 它定了一個沖繩政經開發特別措施法 所以很多相關的一些產品加工農業無所不包 它現在對中國對韓國對馬來西亞對新加坡 都延然成為一個國際的城市 所以我拜託行政院在這方面 能夠勒 它已經是日本唯一的經濟特區 這一個效應我覺得我們可以效法 金門馬祖澎湖 我覺得我們政府可以去研究一下 去研究一下 院長你覺得願意不願意 我也非常願意如果日本有成功的經驗 我們來借進 那看怎麼樣子我們這邊也能夠讓地方發展 這也都是政府應該做的事 謝謝院長 像院長假如說 離島可以設自由貿易區的話 以澎湖目前水產加工的那麼先進的技術 對於自由貿易區的成立 事實上可以減少通關的時間跟企業的成本 這個假如可以的話就朝這個方向努力 努力我們來看能不能完成 主委請回 沈部長 沈部長 院長請坐 我有幾個 部長 裏導都一樣有這個問題 就是在國營事業 在各裏導的人員的人事安定方面非常的困難 就是因為招考取材必須要公平 所以就變成全國性招考 那他考上了以後他分發到澎湖金門馬祖 他可能待不了多久又掉回來台灣 所以我們看能不能研究出來 屬於離島地區比較獨立的取材方式 或者是再強化增加建教生的名額 好不好 這部分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大概這些離島的這些國營企業 他一直有在用人在地化方面有幾個措施 第一個呢 就是有敦親慕領的名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在地的產協合作 就是跟在地的高中族簽訂產協合作的計畫 那再來還有離島的名額 離島名額 再來還有離島的獎協金 那剛剛委員可能期待的就是離島名額跟離島的獎協金 那這個部分呢我會請我們國營事業 他基於在用人在地化方面也比較能夠留住人才 或者分島去了以後大概兩三年他就 另外有兩個澎湖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澎湖的七美島跟旺安島的火力發電廠的委外 這個造成了這兩個島的居民的恐慌 這個一方面就表示說想要委外這個政策是非常的不接地氣 另外一方面也表示地方居民對台電負責的供電的穩定是肯定的 委外的案希望部長能夠在這邊承諾就是不予委外 這個部分來說的話呢 當時是考慮到說有一個微電網的計畫 對對對對 這個微電網計畫起來以後呢 我說各種各種供電各種供電方式不同的磨合 這個我們贊成的 可是目前這兩個叫這兩個島的太陽太陽太陽 因為這些鄉親希望就是還是國營事業在那邊經營 因為有叫做國營事業所以呢 就不會像委外的話老百姓就是以立任為導向 那這樣造成他們用電的安心 那這個部分我們已經檢討過啦 目前就不考慮 還有就是中油的漏油案也請盡速處理 好 謝謝部長 部長你請回好不好 好 謝謝 最後一點時間想請教委院長 金門馬祖土 金門馬祖澎湖啊 土地啊 還地漁民的政策 那在金門馬祖那時候是引用 戰地政務 所以我們在離島建設條例裡面 我們依法有據 澎湖還沒有 澎湖等一下請楊委員來說明 但是金門馬祖啊 金門很早就有地政訴訟 馬祖是比較後期 到目前為止 還地漁民 還沒有完全落實 還有軍備局 國產署啊 還有跟我們馬祖老百姓 還在繼續在法院打官司的狀況 所以我也曾經問過國防部 你們有沒有哪一塊地啊 用錢買的 都是軍事強戰嘛 軍事佔領 但是他的管理機關卻是國有殘家署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也告訴國產署跟軍備局啊 至於徵送 怎麼你還去告老百姓呢 沒道理應該 這是乞丐趕廟宮啊 應該說我們老百姓告你啊 怎麼你來告我們呢 這有問題的齁 我拜託院長啊 回去指示這兩個單位齁 盡量不要再去告老百姓齁 齁 我們有一些行政程序 還有一些證明齁 沒有做得很好 我們會繼續努力 但是拜託院長好不好 好 還有澎湖的問題請揚藥委員 院長 就像陳雪生委員講的啊 金門馬祖的環地漁民 我們已經在法律上明文了 那澎湖呢 澎湖呢 澎湖其實三個領導啊 就是澎湖最尷尬 澎湖雖然早期沒有實施 不是戰地政務之名 可是其實他是類似戰地政務 所以澎湖目前還有很多土地 沒有辦法像金門馬祖 可以透過特殊的管道跟方式 還地漁民 這個部分也請國發會能夠盡速研擬 讓澎湖的早期被軍方徵收的土地 可以便利地還地漁民 好 院長 這個有關這個金門馬祖或者澎湖 金馬當然有當年的戰爭的背景 那確實一定是當時在軍事情況下 那很難用現在的標準來看 那確實如果土地原來是老百姓的 這個應該要有一個解決 我是覺得應該朝這個方向 這也是土地的轉型正義啦 那另外澎湖其實雖沒有 如楊委員剛才說說 戰爭的情況也沒有 戰地的這個條例這個適用 但其實當年一定也是這樣在軍事之下 也一定有種種這個說不過去啦 不用講到不公不義啦 但總是對老百姓這個是不對不合理的 所以如果有相關檢據 我都覺得時代走到這裡了 老百姓的東西 給人家這樣已經不對啦 應該還人家而不是訴訟 我是同意的 好 謝謝院長 謝謝 最後還有七秒 院長三任還沒去過金門馬祖澎湖 那麼找個時間波榮來巡視 好 好不好 謝謝院長 謝謝 謝謝 露台 謝謝 感谢观看